大家好,又到了兄弟联,10分钟加入系列课程时间,我是威哥 威哥在手,天下我有,大家好,我是小白 好,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第15讲,在第15讲里面呢,我们来一起来介绍一下这个加瓦的标识符 对,是什么样子的,OK,好,我们加瓦的标识符里面呢,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科生大纲,我们列出来三个小点 第一个呢,我们来加瓦标识符它的定义是如何的 第二个是标识符呢,有哪些命名的这个规则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力,OK,好,这么三点小内容啊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加瓦标识符的一个定义啊 呃,说加瓦对包类和方法参数和这个变量啊 这些要素的一个命名时呢,使用的这个字符序列 那么就称为这个标识符了 嗯,也就是变量的变量名吗 对,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可能就是定义的这个类里面的变量名,对吧 还有我们写这个类的时候是不是取一个 类名,类名啊,是吧 有这个类名,OK 还有未来我们呢,会写这个包名的命名,对吧 还有这个,比如说自己写方法,方法的名字 就是等于你自己取的那些名字,对吧 就是自己给命名,对,命名,这些都叫标识符,统一叫标识符,OK OK,好,OK,我们看第二个啊 第二个呢,是这个标识符的命名规则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呢,大家一定要这个记住的啊 就未来在大家写代码的时候呢 如果你记不住就会容易出错,是吧 好,那么这个规则呢,这里分成这个五条小规则 五条法则,一定要记住的啊 第一条呢是,说就是我们的标识符啊 应该由字母,数字,然后下发线和美元符号组成 也就是这个标识符组成部分就这四个 这四个东西才能去取命名,其他符号都不行 OK,好,其他符号,所以记住这四个啊 好,第二条啊,基于第一条上 第二条呢是不能以数字开头 不能以数字开头 对,这里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能以数字开头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字母开头 还可以用下发线开头 也可以用美元符号开头 就是不能用数字开头 对吧,记住这一点啊 第三点,就是你必须要区分这个大小写 大小写,什么时候大小写啊,怎么区分 比如说你定义这个变量名的时候,对吧 比如说你定义一个大A跟小A,这是两个不同的变量名 明白了吧,两个不同的变量名,然后这个时候呢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把它看到是一样的,好吧 区分这个大小写 区分大家也知道了 对,长度没有限制 这个长度是没有限制,不管你多长都可以 是吧,通常情况下呢,我们可能是也不会太长 是吧,不会太长,由这个字母来去组成 OK,然后最后一点呢是,不能是Java中的保留关键字 保留关键字要是什么呀 保留关键字就是说,我们在写类,前面写类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个public,对吧 用到这个class,是吧 还要用到这个,比如说这个void,是吧 在写代码的时候,是不是见到这些关键字啊 就是那些蓝色的,对蓝色部分,就是我们的关键字,是吧 这个呢是,你是不能用的 对吧,你是不能用的,用的话可能会产生冲突 是吧,那class这些都不能用 OK,好,记住这五条法则,好吧 五条法则,我们命名的时候呢,必须都要符合这五条规则 那才可以,这个大家定义熟了以后呢,以后就会 自然而然的就会记住了,是吧 也不会说太去纠结,去记它,是吧 记它,这也是比较简单,OK 好,还有一个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命名的时候啊 会有,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习惯,是吧 就说要,怎么呢 是个字,见名之意 见名之意,对,然后你定义的名字呢 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名字代表的是什么类型的数据 或者说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它是有含义的 对吧,就好比 你爹给你取名叫 白是星 白是星,是吧 人称小白,是吧 人家大家都会联想到 小白就是什么 小白就是一条狗,是吧 对不对 那比小星的 那比小星的是吧 人家就会有这样一个联想 所以它是有意义,有含义的 类似这个意思,OK 你不要起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 OK 好,这是一个命名的一个规则 命名规则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实例 这个实例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分为这个合法的标识符 和这个非法的标识符 是吧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Wins是合法的 对,都是英文字母 没有问题 小白,合法 合法都是字母 对吧 User,下号线Name OK 可以代表下线 是吧 下号线打头,UserName 可以代表写吧 可以,没有问题 多乐福ABC-123 可以吧 多乐福,下号线,字母,数字 四个都全了 是吧 都全了 非法的我们看一下 2 UserName 数字开头了 数字开头了 对吧 非法 UserName 有警号 中间有非法字符 是吧 Hello小白 中间有空格 中间有空格 非法字符 OK Class 就是关键字 对,也是不合法的 是不是 不合法的 好,这是简单一个实例 那我们在代码中写的时候 非法 遇到非法标志符的时候 编译器 会怎么处理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这里呢 我在 我们这个 15 15讲里面 新建了一个类 交换类 我们就叫做 identify name 就是标志符命名规则 对吧 我们在这儿呢 我们可以简单来定义一下 好吧 简单定义一下 好,那我们比如说 定义一个这个 整形的变量是吧 比如说 我说int int 这是关键字吧 int也是关键字 蓝色的是吧 好,如果你用非法的字符 我叫 这是一个什么 我要定一个年龄是 小白今年20岁是吧 比如说 是吧 int 这个警号age20 那这就是什么呢 是不是 非法 非法字符啊 对不对 非法 非法的这个 对 声明的这个 标识符 标识符 对吧 非法声明的标识符 OK 那遇到非法声明标识符的时候 编译器会怎么做呢 我们看啊 我们先保存 然后我们再编译一下 是吧 编译一下 你看一下 OK 你看 他这里面立即会报 是吧 指到你这里说你这个是非法字符 对吧 小箭头指到你这里是非法的吧 说 这个 第六行 对吧 也指的很明确了是吧 我们在这个是行号啊 第六行 不是语句是吧 也说编译呢 会有一个错误 OK OK 就这样的 所以呢你必须要正确 才可以 是吧 我们把它注释掉 同样道理啊 其他字符也是这样的是吧 你可以比如说 比如说我定一个这个用用这个 class来作为这个关键字 对吧 来作为关键字 比如说我定一个叫 double类型的 叫class 等于 你看 哎 这里他自动出来一个大网号啊 等于这个哎 这个我就10点 这个 5 b 可以吧 可以 10点5 这样的 好你想把这个class 作为我们这个标识符的一个名字 对吧 对好 那这个时候呢你看 这个代码这样写 没有问题是吧 但是它是蓝色的 会变成蓝色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看啊 我们同样我们以class 加把c编译是吧 编译 你看这时候是不是也 说这里报错了 对吧 哎说这里也报错了 class 标识符 对不对 所以他需要一个分号 也需要一个分号 这也是表示它是这个 这个这个标识符 你不能不能这么来定义 ok 好这也是这种非法的这个 这种定义 是吧 我们啊 记录一下 这是 不能以这个什么 这叫关键字 是吧 作为标识符 标识符 ok 好这等等啊 其他一些命名规则 是吧 好大标写呢 这里你看我命名的你看 我定义了这个类名 是不是有一定的含义啊 identify 我们就是标识符的意思 是吧 然后这个name呢 就是命名的意思 是吧 我这里叫命名啊 所以说标识符命名 这么一个类 那么大家一看到我这个类名呢 就知道我这个类里面讲的是哪个知识点 是不是 见名之意 是不是达到这个目的了 对吧 这个意思 然后大小写你看 大小写啊 类名第一个字母 我们是用大写的 一般的啊 用大写 不要用小写的 然后中间有多个单词 是不是大写啊 大写 是这样的 来命名 然后通常情况下这个这个呃 变量命名 我们都是第一个字母是小写 变量第一个小写 哎 第一个名字是用小写的方式来定义 好吧 好 OK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正确的吧 好吧 嗯 比如说这个我们叫 呃 呃这个这个 agent等于20 这就是合法的 嗯 是吧 对 这是合法的 就像就这样的情况 OK OK 好 嗯 好 那我们这一节呢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